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一个表现 先是以一个小低盘来做开出 目前是下跌了17点 来到了17200 现在是253点 那当然不免俗的 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谈一下 在今天整个行情开低的过程当中 到底这个指数你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先跟大家谈一下 今天的一个关盘重点 首先第一个在11点钟过后 如果指数还没有出现收链跌幅的动作 或者说是在这个行情 这个稍后这个指数的跌幅 如果有呈现扩大的话 原则上今天的一个行情 就会是以修正为主的一个行情 那之所以会这样讲 那以及为什么是11点 它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大家就会比较清楚 我会跟大家谈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来做一个判断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小时线的这个 加权股价指数的一个小时线的表现 那当然下方是这个小时线的一个KD指标 那同样的一个概念 我想我们这个把这个 9天的一个移动到目前为止 应该这样讲 就是9根K线的一个移动来看的话 目前应该是落在这一根KK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这个是到10点之前是这一根 到11点之前它会扣到这一根 简单来讲从11点钟过后 小时线的低点 在计算整个这个KD指标的过程当中 它的低点会不断的往上去做一个增加 那如果你就整个公式来做一个计算的话 代表它这个值 简单来说就是KD指标 它会持续往下修正的那个机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第一个大家要关注的重点就是 11点钟过后指数没有收链跌幅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就会以修正为主 这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多空的一个关键价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17,222点 我讲的都是加权股价指数 如果在盘中有出现跌破的话 基本上它会加速这个行情修正的一个力道 那第三个 如果就今天盘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要看的是 传产它是不是持续这么样的一个火热 以及在电子族群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费城半导体昨天跌了2%以上的一个幅度 今天的电子股怎么样来做表现 当然这个会是今天盘面的一个重点 好 所以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今天到目前为止 这个19大类股 它所缴出来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如果以这个传产原物料来看的话 最主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钢铁类股 一个是运输类股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先针对这两个族群的一个指标性个股 先来跟大家做分析 首先钢铁族群今天跌了1.19%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龙头个股2002的中钢 目前是跌了2.58%到2.71% 它那个跳动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中钢 它的一个股价会呈现下跌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搭配法人的一个筹码 来做一个观察 当然昨天是一个土羊对坐 我们把投信的一个筹码一并打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投信在昨天是买了12,863张 下方这个是投信 上方这个外资的一个部分 昨天是出了35,521张 所以昨天是一个土羊的一个对坐 但重点有时候我们关注的一个目标 应该是在于说 到底这个所谓站在卖方的人 他过去操作这档个股 他是赢家还是输家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样这个可能会 画面会跳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大家如果跟着我们看 你就会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中钢这个昨天 这个基本上如果你是 XQ体系的这种所谓的一个 看盘软体的话 大致上都会有相同的一个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稍微帮我们拉近一点 这个是他下的定义 不是我们下的定义 这个叫做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他有一个这个主力的进出 简单来讲 这个代表的是说 他反映的一个重点 应该是在于说 昨天各大券商 他对于这个中钢的一个操作 到底谁是站在买方比较多 谁是站在卖方比较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卖超的第一名 应该这样讲 外资卖了三万五千张 其中有三分之二 他来自一家公司叫做摩根大通 那摩根大通呢 过去操作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 来做一个观察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当然他在4月7号 那时候中钢的一个股价 大概是在26.9块 也就是这一波行情发动攻势的第一天 事实上他就站在了一个买超的方向 当天是买了26207张 然后隔天就站在了一个调节嘛 看起来做的是比较短线 但是后续的一个行情 你可以看到 在连卖两天之后 这里是12345 连续五天的一个买超去做进场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过去这五天 基本上你中钢大概不论怎么买啦 你的那个获利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到今天的一个股价 因为毕竟早盘开盘还创新高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过去这五天不论怎么买 它其实都还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情形 但是在昨天呢 这个摩根大通开始去做一个获利调整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多多少少啦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看着这个 外资他们的一个动向来做股票 那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是 第一个他们过去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相对而言他们是做对那个方向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部分毕竟1573亿的一个股本的公司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是以这种90度斗角度的一个上扬 向上去做表态的时候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分成 区分成两块 就是说你是手上已经持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当然你如果不是买在昨天的话 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其实都还是呈现了一个获利的态势 那这个部分如果你手上你是持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可以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我们跟大家简单说稍微做一下说明 如果你是手上已经有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就以五日线作为一个观察 基本上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那都可以做一个所谓的续报的动作 或者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多方的跳空缺口嘛 那当然这一波行情上来其实有大概几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但基本上如果像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多方缺口如果被回补的话 事实上短线上面的一个股价它也比较容易进入到震荡成立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有的你就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出发 那如果没有的这个时候还要不要去追呢 我想这个其实答案应该算很清楚啦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从我们上个礼拜四在前见百分百当时跟大家谈到 这个股票其实后续应该都还有高点来做期待 但是毕竟涨到这个位置它其实涨得稍微有点凶啦 你可以等到它的一个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整理之后 你再来找买点去做切入会比你这个时候去做追价 我觉得相对来讲会比较安全 那当然我知道有些投资朋友会讲说 老师可是我持有的不是中钢 是其他的这个钢铁类股的话怎么办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其他钢铁类股的一个表现 目前看起来维持比较强劲走势的包括了像是加大或者是千辛 但是我相信这个股票你应该都不会做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交比较大的一档个股 应该是这个2009第一桶的这家公司 那基本上这一档个股应该这样子讲 它目前是呈现了一个缓戳嘛 缓戳什么意思 就是瞬间我的那个这个价格可能会差到3%以上 那交易所就会强制大家先停止 先不要交易让大家忍静一下 稍微思考你要不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概今天会报大量 那一样的一个逻辑就是那目前为止它是红K棒 像这种个股它其实都还是 你可以研计数面来做啦 就是说它目前其实跟这个中刚它并没有去做联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它后续股价的一个股价表现 但是像其他这种就是今天中刚跌嘛 那过去涨的比较我们涨的都是量比较大的 包括像是2038的海光或者说像是这个2023的叶辉 乃至于像是这个2030的一个张元等等 这一些个股今天看起来都有一点点跟这个中刚来做回档的时候 那这些个股基本上简单来说啦 他们就是跟着大哥走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短线上面休息的机会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建议大家 短线上面你不一定要急着去做出托 但是你可以在个股的这个操作上面 相对来讲不用来的这么样的一个积极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另外的这个 另外的一个传产的一个指标性个股 我想应该会落在货柜的个股 以及这个散装航运的股票上面 当然这阵子有非常多的航海王或者是钢铁人 好但这个部分我们来看 一样的一个概念 这个族群它其实应该要区分成两块 一个叫做货柜 那另外一个就叫做散装航运的一个 散装航运的状况 那货柜的指标性个股当然无庸置疑啦 它也是这个2603的一个长融 这两个股是我们过去有带过会员朋友 做过操作的一档个股 那当然我们已经做获利出厂了 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先去做一个获利出清 当然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因为昨天礼拜一股价还创新高 感觉好像没有出在最高点 但是我是觉得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后续大家可能也要稍微比较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就技术面的一个格局来看 或者说是就短线上面的一个长势来看 它一样比较容易进入到震荡整理的一个行情 至于说后续会不会挑战百元 这个我觉得大家到时候再来看 但是这个时间点当中 你必须要先在这一波的一个震荡走势当中 它没有出现转弱 我想股价其实才会有进一步往上走高的机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大概从几个重点来看 这个筹码的一个架构 其实跟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长龙期 对不起 谈到的中刚 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状况 不过比较好的一个情形是在于 最近期的量 当然你要说这个量一直都很大也可以 但是它并没有进一步大幅度向上去 做一个冲高 那短线上面因为今天的股价是呈现压回 对不对 而且目前看起来 这个成交量它会比昨天的成交量来得大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预估成交量是51万张 那昨天是43万张 所以你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当你出现增量的黑K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把昨天的红K棒吃掉 所以从这档个股观察的重点在哪里 这档个股观察的重点应该是在于 昨天的低点64.7 今天如果收在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如果今天的收盘没有跌破64.7 但它收在一个相对低档的时候 那你一样你要留意明天会不会用跳空的方式 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 短线上面它的一个股价进入整理的机会 其实就非常大 那除了这个长容之外 你看包括像是万海 因为最近期有传出这个 这个所谓的东南亚的一个海运报价 稍稍有一点没有过去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强劲 那以这个近阳航线来讲 其实比较多的是万海 有时候你还要区分 它到底是近阳的还是远阳的一个航线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啦 这个地方即便你要继续做航运类股 我是建议大家 你是以这个长容为主跟阳明为主 那万海的部分可能短线上面 它的一个股价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修正的一个走势 这个可能是短线上面 大家必须要留意的重点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 在进广告之前 我们还是回合过来看一下 到目前为止 我们跟大家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今天的一个行情相对来讲会比较弱 对不对 那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是什么 再帮大家回顾一下 11点过后 指数如果没有收链跌幅的话 这个基本上 应该这样讲啦 你大概是平盘附近 因为这个惯性的关系 所以指标它还是会做修正 只是说我的那个 我用整理的方式去修正指标的时候 代表说那个行情真的很强势 它比较不容易出现那种比较快速的下跌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我不是要改变它的一个趋势 因为已经紧绷了 来看这些时候其实你没有多少 多少可以再往上攻击的空间 只是说你如果能够收链跌幅的话 代表你要用比较强的方式去修正你的技术指标 这件事情对于行情来讲是好事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今天的一个行情大概就比较难拉起来了 那第二个关键就是17222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就是有在听我们讲什么 你看这个部分是 这也是17239对不对 这是五分钟一盘 然后9点10分这一盘跌到17191 然后现在很快就拉起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有在顾17222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据说等一下行情怎么样来做发展 那以及电子类股的部分要怎么样做观察 我想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大家做解析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值得托付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值得托付 零二2752-5868 2752-5868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冲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节杯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用来浇花 擦拭家具 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节水可以很轻松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一个节目当中 当然我们还是要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整体电子类股 你后续应该怎么样来做观察 尤其是在最近期 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说以电子股的一个成交比重来看的话 这当然其实过去的主流 下面那个名字先帮我们拿掉一下 它要挡到这个部分 电子指数 你看到目前的一个成交比重 大概是43.97 我说真的啦 你在股市当中 当然如果你最近加入股市的投资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对不对 因为毕竟最近的主流 其实是摆在这个 传产原物料上面 但是你如果 在股市当中 比较久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对于这个数字 你会觉得有点讶异啦 因为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大概平均都落在 至少大概都会有六成多到七成左右的一个水准 好 因此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先从操作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反向的思考 就是说 如果说当电子族群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它是不是代表 其实当大家都不在这里的时候 它会不会反而会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 第二个 昨天的废半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废半指数是跌了 我们来看一下废半指数的一个走势 废半指数的走势 它是跌了2.52% 这个是从昨天开盘之后 就沿路向下去做一个修正 但是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讲 冤有投债有主 有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知道一下 到底跌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对于台股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判断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欢迎大家加入谢老师台股最前线的Telegram 那个ID是MINGCHE888 我们每天会提供给大家一个早报 这个是跟台湾联动性高的个股跟相关的概念股 这个我每天早上会整理给大家 简单来说 因为昨天其实都没什么涨 都是以跌的为主 所以你看到昨天跌最深的是谁 Broadcom跌3.51% 说真的 你能够说出多少Broadcom的概念股 好像很少对不对 当然我后面有写啦 但是这些个股就是电子龙头股 那跟这个Broadcom有关系嘛 那另外包括像是NVIDIA NVIDIA昨天跌3.46% TESLA就是这个电动车的部分 它昨天跌了3.4% 好那这个部分我先简单谈一下 为什么NVIDIA跟这个TESLA 昨天的股价跌幅比较大 两个原因应该说各有一个原因 首先NVIDIA的一个部分是英国 因为他之前去从那个孙正义 就是那个软银的这个社长 手上买了这个安谋的股权 安谋是一家IP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件事情原本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那个受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但是目前其实英国对于这件收购 因为安谋是英国的公司 所以英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 有一点点意见 想要去调查一下 到底这个所谓收购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这个不合法令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先带大家看一档股票 这两个股到目前为止是维持强势的 但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因为之前其实在 这个收购案出来的时候 市场认为的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最大的受贿股其实会是以这个 6533的一个金星科为主 但过去这段时间当中股价感觉好像 比较有出现这种回档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那如果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当然这个法人的筹码相对来讲 其实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松动 因为外资目前看起来是以这个买超为主 那股价的一个走势比较类似的是 目前看起来其实有点往那个头肩顶 头肩顶型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正常来讲 这个应该会有一个右边弹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但至于说后面 它会不会持续往上去做发展 这个就要看当时股价的一个表现 那只能够说这件事情当初受贿的是金星科 那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 虽然说它股价是涨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简单提醒大家 如果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办法成局的话 成为这个定局的话 那当然这件事情 之前股价涨的那个部分 它可能就会稍稍去做回吐 这个是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在Tesla的部分呢 Tesla的部分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昨天美国有那个自驾车撞车的事件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今天的这个Tesla的概念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基本上股价其实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只能够讲说 目前看起来的一个状况是还好 比较指标性的个股是冒联 但是这两个股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一个线形 其实已经走了弱势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事实上你从扣底的角度来看 因为目前这个季线的扣底 是在这个位置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 今天是礼拜二 下个礼拜一会扣到这一根黑K 然后接下来就往上走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目前的这个季线 目前的季线它是走平的 对不对 因为它没有箭头往下 但是你从下个礼拜开始 事实上它往下弯的那个机会 相对来讲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所以从这两个事情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它对于个别个股可能会造成影响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应该影响不大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关注的就在于美光的股价昨天是跌了2.48% 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刚好今天有一个消息叫做低润的合约价Q2涨更凶 所以一样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到底今天记忆体的个股怎么样来做一个表现 那以及重点你应该如何来做观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南亚科 好南亚科这个有传出扩厂嘛 那昨天的美光股价是呈现回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美光的股价 MU 好这个短线代号要找一下 我记得是MU没有错 那这个部分打不出来他打不出来就算了 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个南亚科来讲 当然他当初在4月份这个地方有一个多方的跳空缺口 对不对 然后股价往上之后 最近其实都在整理 我必须讲 这个线形他应该算是一个很强势的线形 怎么说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你看这个跳空缺口 他是不是带本个波段最大量 64973张 过了之后股价震荡回侧 有没有去补缺口 没有嘛 然后股价再往上突破创新高这一根红K 过去1234567到今天第七根 他有没有跌破第二根就是那105块 突破的那个 那一根红K棒的那个低点的价位 其实没有 他也都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做震荡整理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以昨天晚上美股角度来看 我认为南亚科是大家可以做注意的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报价上涨 第二个我现行强势 而且我守住百元的一个观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记忆体概念股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今天这个不是很纯的我就不讲了 3260的威刚对不对 然后2344的华邦店 乃至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2408南亚科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昨天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以这样的一个消息面来看的话 相对而言是先受惠的 事实上你看这个威刚的股价 它其实也是维持强势 对不对 就是我突破之后进入震荡整理 但到目前为止 第一个我之前也没有碰到嘛 第二个我已经接近前波的高点 当然这里量能比较大 可能要花一点点时间 但整体来讲它的态势是强势的 所以这个是今天 我想在开盘的第一个半个小时里面 大家应该可以留意 以及今天你到底要留意 什么样的一个重点 但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知道是不够的 当然最主要还是 你要如何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你要跟上夏老师的一个脚步的话 我们欢迎大家广告当中 可以跟我们的服务员来做一个联络 那以上就是今天 4月20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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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则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